Artifact Monday 各位观众老爷们好 这期视频我是肯定会发的了 神奇路夫人带给大家解谜游戏 这是Artifact Monday公司第一款解谜游戏 深海恶梦 被读死心 在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路夫人我说一分多钟的废话 深海恶梦被读死心 这是一款五年前的解谜游戏了 2014年的 这是一款五年前的解谜游戏了 这也是Artifact Monday公司所制作的 所公示出来 就是他家自主制作发行的第一款解谜游戏 其本体的这个素质内容容量 还有很多的质量呢 比起现在他的家的 他代理的一些作品来说 其实是高很多的啊 当然省钱省掉50%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为什么说素质要高 你可以看到 玩玩家玩游戏 这就很棒 另外我发现没有什么翻译的问题啊 哇没想到他家的游戏 没想到他家的游戏越老 没想到他家的游戏越老 反而翻译的越好 大家发现没有 他家游戏越老翻译的越好 怪事啊 怪事啊 太糟 哇 这个翻译的 看人家这手电筒多好 翻译的简洁如新 到现在我一个翻译的错误都没有看到 就是一点点的不太 妥贴的都没有 就翻译的不太妥贴的都没有 下一个辣椒 下一个杯子 你 这我必须得扣分 这我必须得扣分 这个有点过分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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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了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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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这个必须得扣分 我特讨厌 做熊 明提的公司 搞这手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ave you come to free us oh you're just looking for your daughter 多 remington rushed through here on his way to the fortress if you see him give him my decomposing regards if not for remington and his damned bride we would be buried like proper dead not hanging here for eternity Hanging Deer 翻错了 赤诚 这种帽子吗 我打气泡 还有个报纸 下一个扩音 扩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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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播 扩音器 你怎么 你当 哇当年这个游戏太厉害了 当年这个游戏太厉害了 扩音器 这次陆夫人我敢放心的说了 不会有很夸张的东西出现 这么多的虚无秘体 最主要这个游戏 我玩到现在已经玩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觉得这次放心的说 这款游戏没有什么很夸张的东西出现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以前说一半就打脸 这次我觉得 眼窝 那个 骷髅倒的眼窝 这个可以接受 在此差不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排气炮 排气炮不太可能 已经无了 巡物谜提 第一个胡瓜刀 下一个 骨灰盒 骨灰盒 不会 这骨灰盒上是没有锁的 我很害怕这个是骨灰盒 你知道吗 你家骨灰盒做的这宝箱呀 还带锁头的是吧 不锁 不不锁的话 骨灰会变成人把你女儿抓走是怎么的 马力的日记 那为了一个海盗 抛弃了家人和收华的生活 原来他就是我的梦中成人 我们两个的开端并不好 亨利绑架我索要赎金 索要的索写错了 作为海盗船上的俘虏 我试同淹死自己 希望不要让家族丢脸 亨利随后也跳入水中救了我 我没死 却也换上了 热性热 扣分 下一个救生衣 下一个毒帽 下一个哨子 下一个伤眼 黑红本 巷 的 狼牙棒 同期管是这个 各位观众 狼牙棒 你跟黑桃果然是一家的 黑桃 狼牙棒 寻物谜题 第一个玫瑰 第二个长丁 这个丁子真吵 三个转印 下一个狼牙棒 没有狼牙棒 我只有这个 狼牙棒 这次我估计是真狼牙棒 灯塔的钥匙 我不想为了打破窗 打去窗户划破手 拿个尺 你不拿石头砸 地上这么多石头 你不随便捡一颗砸 锁上个废话 小根 小根 大根是萝卜是吧 铲子 应该是这个了 下一个 蝎子 其实我在点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在 我是有在偷摸的看 其他东西的位置了 但是蝎子我是真没找着 待会儿再好好找找 我蝎子先跳 下一个牙 这个我才是给烛台插的 还少一根蜡烛 鞋子 我天 哇 这个鞋子 哇 我第一时间真没看见 这个路分我不得不承认 我第一时间没看见 我第一时间没看见那个鞋子 我第一时间没看见那个鞋子 好 现在找球 这个是墨水 这个是那种真用的球 我觉得可能是球 我点下球 不是 地球一 不可能 这是地球一 地球一又不是球 global要是翻译成球的话 那这个 那这个 外衣呢 这样 我能有一部分 进体 其实 挺 很 你 讲人话 你刚才 你刚才还叫铲子的 你刚才还叫铲子的 刚刚球 你又来个黑 你刚才 你刚才 定 主要是 我这边后期跟我说 每次放新宝草 VTuber 不是VTuber YouTube上不过神 所以说我就只能 我就只能那什么了 我就只能换成这个 大家所看到这样 我真没找到珠子 除了这个我说是把守的珠子以外 你不会真的是珠子吧 下一个木棒 接下来就是最年 这个 Club一个词 你给我整三个翻译 Club一个词 既是个梅花 也是个狼牙棒 这次又是个木棒 都是Club 黑套牌可以排这个吧 说好的碎冰锥呢 有观众说 棒棒碎冰锥 好 搅拌完毕 现在我只需要添加划刷 把炼药炼了 炼金炼半天 结果炼出来 各个燃料 这个翻译是南 不是这个翻译是南方 南方人吧 绿色燃料 绿色颜料 燃燃 烟盐 你是不是这个 读的这个口语不分 不对 南方人也不 南方人也不会这么读 他应该跟我一样是大舌头 南方人也没有把燃和盐分不清的 再次说了 你分不清 你打字还打不清吗 染料 哦 染料 所以说他 他就是个大舌头 不对 染料 燃料 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下一个炮 炮 哪有炮啊 有个观众是全是日本的说 是不是这个棋子 这是菊啊 国际象棋也没有炮啊 我去查一下 省得我又 省得又丢人现眼啊 国际象棋 王 后 国王 皇后 象 也叫主教 马 也叫骑士 兵 也叫金卫军 那么那个是 那个东西你们看到了 那个东西 他是这个 鞠 我怎么叫鞠 他呢 也叫战车 他的英文呢 是rock rock 这个词 没有炮的意思 没有炮的意思 我仔细查了啊 这个陆夫人 我已经很谨慎了 陆夫人 我也很谨慎了 真的没有炮的意思啊 castle 你castle 不是 你castle 他也不能叫炮啊 再次说 他这个就是cherry啊 就是银色 战车 好 那么咱们下面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他是不是炮 有一种可能性 有一种可能性 有一个词啊 有一个词叫做 PAWN PAWN这个词呢 他既可以当作 国际象棋里的族来用 他同时呢 也可以代表 国际象棋里的棋子 第一个 第一个喝嘴厨 第二个又骨灰盒 哪个是骨灰盒啊 下一个 砝码 是砝码 这砝码也猜到什么了 我没看到砝码 这里面的 这里面是砝码吗 这是骨灰盒 原来女孩子 是用骨灰盒化妆的 女孩子是从骨灰盒里面 拿出项链 耳环 戒指 手镯的 原来女孩子 是从骨灰盒里面 拿出针线 然后来缝纫的 我编不下去了 这游戏太可怕了 这游戏太可怕了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 不是这个东西 你真别翻译错 这个东西翻译错 太可怕了 砝码我真没找到 砝码我真没找到 我我我承认 我眼瞎了 我眼瞎了 我真没找到砝码 底下这四个是罐子 不是砝码 这个是天平 他不是砝码 这是天平 他不是砝码 你是砝码师啊 你是机械工业呀 你是机械工业呀 哪有这么翻译的 这个人 扣工资啊 这个 这个这个人啊 五年的 五年的工资 不要要了啊 还有这所有团队的 所有成员啊 今年的 今年的工资 一分都不要拿 今年的工资 一分都不要拿啊 这个总监 他质量保证总监 一个 你叫什么官 不是 这个也可以开玩笑的吗 你叫什么官 是不是 是不是除了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俩人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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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人太可怕了 救命 救命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这也可以的 好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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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咱 咱 感谢观看